我相信柯文哲的人 反而才是真正的盤子 我真的覺得跟我一樣 就是可悲又後悔 给赖湘林啊 给高宏安啊 他们是用那个台湾民众党的 那个政治献金支出嘛 可是呢柯文哲收钱呢 却没有报账 所以就变成说 入账的时候是进柯文哲的口袋 那出账的时候 是用台湾民众党的政治献金支出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 把钱洗入自己口袋的手法啦 而且呢黄国昌呢 他只会讲说 太恶劣了 我再说一次 你们真的是太恶劣了 可是他们完全没有办法 针对我们的质疑 提出任何回应 包括他们的账 他们的账现在有两个 就是包括基金会 基金会那个时候 这一阵子被质疑嘛 那基金会的账也没有公开啊 那还有他们那个柯文哲的 进办的政治献金 那时候不是说有什么查账小组 八月底到现在也一个多月一个半月了 查到哪里去进度到哪里 我们完全不知道 还是只要看进化成大案可以盖过他 就当做不存在这回事了 我觉得是这样 我们应该要呼应一下这个民众党 他们说的都是对的 那个科幻小说是什么你知道吗 是柯文哲换钱的小说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剪掉啊 起诉之后 我想我跟四叉猫可以出这样的手册 就是柯文哲换钱小说 那这个缩写就叫科幻小说 那序呢我们一定会邀请这个 黄国昌帮我们写一下序 还帮我们背书一下 太恶劣了 太恶劣了 哈哈哈 就是他当年那个偷拍的事件啊 是不是市府那时候还有出来 帮他出这件事情 你说偷拍 我是想说因为柯文哲身边的人 其实蛮多人都喜欢側拍啦 我们讲側拍啦 那側拍的话就可以留下一些画面 然后可以拿来去做一些网路啊 政治的工坊 我想这个就是柯文哲的这个 教人守则 我觉得这都很正常 如果在柯文哲的这个环境里面嘛 所以你要知道柯文哲的身边的几个娃娃兵 不只是会这个側拍一些人 然后反拍媒体 然后当然啦 还有一些网军的战术啊各种 然后搭配起来 他们的策略就是想要毁掉对方的人格嘛 或者是等等 所以我觉得这都不意外 想再问一下 刚刚是不是有提到说蔡壁如的部分 是不是威京说要付蔡壁如钱 但这个钱据你了解的话 现在有进到蔡壁如这边吗 因为他一直都还没有被传 我必须讲齁 如果就是蔡壁如一直都没有拿到传票的话 那可见金华城那边的金流 都是可能聚集在 所谓会不会就是像李文中 或者是柯文哲的这个部分 那我觉得更可恶的是 你不能拿这个所谓党员来募款嘛 会不会是柯文哲私下跟这个朱雅虎说了什么 那朱雅虎才会去跟老板报告 然后才会回传这样的讯息 我觉得民众党应该要强力的来 踏伐这样子的行为 那不能说党主席的问题 都全面的不检讨 那去检讨其他的党员 我觉得这样非常的不适当 那另外我就说嘛 这个柯文哲把很多的这个政党 民众党的人啊 市啊 包含办公室啊 都当做家具一样 每个家具里面都有抽屉 那抽屉里面都藏着一些秘密 这些秘密是不是都跟钱有关 我觉得民众党应该要把这些抽屉 拉开出来看一看 包含你们这些员工的抽屉 会不会都是金库 打开都是藏宝 对不对 不然怎么会去民众党里面拿钱 到底还有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到底是跟谁拿钱 假设真的有钱 是跟谁拿钱 第二个还有就是说 有一些人确实是把现金 要交付到民众党 那那一些钱 现金放在哪里 我觉得民众党的财务长 或秘书长 应该要出来说明这件事情啊 不然所有的这个全台湾人都很好奇 那你们到底如果都没有申报 那钱去了哪里 或如果都没有申报 那你们这一些有民众党 党籍的议员啊 或者是一些人 是不是也拿了这些钱 那你们就是一个共犯集团的结构 我觉得这个对于小草 是非常的不公平 因为你们一手拿两百万 一手又要小草的两百块便当钱 这才太可恶了 另外想问一下说 有关谢明珠 刚刚有提到 谢明珠好像帮柯文哲 过他日本行程 到现在他好像有点不满 我是觉得是这样子 就是说有非常多人啊 同情柯文哲 那当初都相信柯文哲 是一个非常清廉 然后呢也非常这个勤俭 没有钱 所以非常多人是义务的帮忙 像这种笨蛋 就像是我一样 那像我这样的笨蛋可见 不分老少 不分年龄 都有帮过柯文哲 那像谢明珠就其中一个嘛 其实安排去日本的行程 是非常的繁复 那大家也知道 柯文哲 在竞选总统期间 那谢明珠这个 也陪同一起过去 那他也是帮了非常多的忙 也没有跟党部收任何钱嘛 所以从政治现金里面看到 那些支出 光民调公司就可以拿990几万 那光一些活动公司 就可以拿30千万 光木可公安公司 也可以拿4千多万 那真的就是说 相信柯文哲的人 反而才是真正的盘子 我真的觉得跟我一样 就是可悲又后悔 那当时现在传递说 当时那个菜比武被辞掉立委 是柯文哲的幕后主义 因为背后是为了他 我认为就是说这个 有人说是不是要无信接 我本人的知道是绝对应该不是啦 但是为了什么 那绝对就是为了2022的选举 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你看这个 黄珊珊跟高文安都有参与会议 那当然目的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这一部分你们也可以问黄珊珊 好不好 我想黄珊珊会最清楚 想要问到一下 就是刚刚你们是不是有质疑 你说是不是包含像是蔡壁如 然后赖湘林 高红安 这些都是他们透过人头的一种方式 算是把这个钱都纳到了柯的口袋吗 这样子算就是你们怎么看 因为刚刚我们有讨论到说 那个给赖湘林啊 给高红安啊 他们是用那个 台湾民众党的那个政治现金支出嘛 好可是呢 柯文哲收钱呢却没有报账 所以就变成说入账的时候是进柯文哲的口袋 那出账的时候是用台湾民众党的政治现金支出 那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把钱洗入自己口袋的手法啦 因为这样就代表说那原本的那个支出就变成说变成他的收入 我觉得说好厉害 为什么他是把聪明才智用在这种地方上呢 正常人会想到这种把钱洗入自己口袋的方法嘛 而且小草每次都爱嗆 因为我们以前都是会质疑说柯文哲的钱从哪里来 为什么他的财产越来越多了 然后小草们都会嗆说 人家夫妻都是医生 难道两个医生一辈子赚不到那么多吗 现在事实证明好像真的赚不到 要靠很多额外的收入才赚到那么多 因为他们现在的感觉他们发言系统 针对可能你们的治理啊或者是一些点 他们都是都是比较低调的回应 或者是说科幻小说 会觉得他们现在应该先把他们自己的这个账 到底是进了柯文哲那里还是民众党说清楚 因为那个他们就是他们其实从八月开始说 我们都在幻想到现在想说我们每天都在写小说 都在写科幻小说 而且呢黄国昌呢他只会讲说 太恶劣了 我再说一次你们真的是太恶劣了 可是他们完全没有办法针对我们的质疑 提出任何回应包括他们的账 他们的账现在有两个就是包括基金会 基金会那个时候这阵子被质疑嘛 那基金会的账也没有公开啊 那还有他们那个柯文哲的进办的政治现金 那时候不是说有什么查账小组 八月底到现在也一个多月一个半月了 查到哪里去进度到哪里 我们完全不知道还是只要看进化成大案可以盖过他 就当做不存在这回事了 我觉得是这样 我们应该要呼应一下这个民众党 他们说的都是对的 那个科幻小说是什么你知道吗 是柯文哲换钱的小说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剪掉啊起诉之后 我想我跟四叉猫可以出这样的手册 就是柯文哲换钱小说 那这个缩写就叫柯换小说 那序呢我们一定会邀请这个 欢国昌帮我们写一下序 还帮我们背书一下 太恶劣了 太恶劣了 哈哈哈哈哈 那为什么要问一个 你如果他就是中工跟鼎月接下来 下午要开记者会 那他们背后就是有什么牌照的目的 应该是中石化跟鼎月 要开记者会 那他们主要说明就是 第一个就是关于会不会 这个停止这个工程 那第二个就是要关于这个 连带银行的回应 那这个我觉得这两个呢 就是一个恐怖平衡 如果他們宣布是要停工的話 那麼這個連帶銀行就會擔心他們現在的進度跟發展 那恐怕會縮限他們的這個可以使用的金額的部分 那這個我覺得他們還是在記者會上 會回歸到他們司法攻防 因為他們已經這個法院已經收到他們的券 也受理了 所以他應該就是這樣要跟外界報告 那還是一樣去強調司法迫害的部分 所以我是覺得他們並不會給台北市政府 講萬安什麼面子 畢竟商人嘛 他還是比較在乎自己的命根子 所以他們的命根子不是講萬安 是這個銀行連帶的部分 就是錢嘛 那另外的話我們會看到這個中工 中工其實是一個上市公司 所以他們的壓力肯定非常大 他們強調這個所謂頂月開發 是所謂集團相關的 中實化百分之百的子公司 跟他們沒有任何關係 所以也希望外界不用去擔心他們其他工程上的進度 還有這個發包的狀況 所以我想這就是所謂的這個企業跟財團 目前在跟司法去做所謂的這個 陳述這樣的部分 匠倫性產業 精髮 如果 沒有